美国广播公司ABC新闻团队前进南极 远征过程大公开 南极气温记录低点是摄氏零下61度 今晚采访团队出发的季节是春天 还是得全副武装 备好预寒衣物 接着飞往阿根廷 MBC15人采访团队飞抵阿根廷 登上这一艘专卫极地探险建造的船 国家地理耐力号 这是自新冠疫情关闭以来 第一次往南出航 国家地理耐力号通过德雷克海峡 这里是大西洋与太平洋交汇的水域 洋流强烈碰撞造成波涛汹涌 出现高30英尺的巨量是家常便饭 ABC采访团队甚至遇到时速90英里 如同飓风等级的强风 途中没有任何陆地可以减缓强度 南齐是地球上最冷风最大的地方 百文不如一见 幸好采访团队搭乘了国家地理耐力号 发挥强大功能 国家地理耐力号设计用来应付 极地航行的颠簸问题 它配备了一个名为XBO的专利设备 能够让船舶切割颇浪平稳航行 采访团队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抵达南极 但是要从船上着陆又是另一道难题 必须倚赖这些小型冲气船 特国ABC新闻的镜头 知其远真南极有多困难 前方还有哪些挑战未完待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